苏州园林 苍狼亭 苏州园林 苏州园林 苍狼亭是其中最古老的园林 一幅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远山皆有情 记录下了苍狼亭中怎样的故事 今天让我们和杨宇老师一起走进苍狼亭 感受文人雅籍的园林生活 让狮死引领步伐 让旅行更有诗意 大家好 我是孝叔 今天我们的园旅行要去哪呢 这个目的地在我的心目中 它是一个极具韵味的城市 而且在历史上 它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存在 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的嘉宾 也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人 她是我们心目中的优雅女神 我们的老朋友杨宇老师 夏生你好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一别就是半年 是的 上一次见面还是飞雪的冬天 现在已经是绿越成阴的夏天了 对 上一次我们在小院里围炉吃涮肉 是的 这次吃不了涮肉了 咱们要去旅行了 我觉得我很期待旅行 我也是 但是今天我不能这么自私 光咱俩去旅行 我还请了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来看看今天云中旅行团都有谁 大家好 老师好 你们好 嗨 大家好 我一直在卖关子 没有告诉大家目的地是哪 是因为稿子里面写了两句话 但是我一直不想读出来 因为一读大家都知道是哪了 我先揭晓一下答案 就是送在范城大的吴军志上写的那个 天上天堂 地下苏航 范城大就是苏州人 对呀 我们今天就要去苏州看看 我想知道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有去过苏州的举手 我先自报啊 我没去过 我不能举手 除了大围以外都去过 我去过很多次 你去过很多次 对 我看到唯一一个没有举手的 跟我一样没有去过苏州的 就是大围了 别嘴了 其实我在苏州那边认识好多好哥们 给我说苏州特别美 所以我一定要下一次 我听到师友们 还有老师主持人说的话以后 下一次我放假 一定要去那边 其实古人呢 他一般去到一个地方 如果他很喜欢这里 他会写诗 对 写词 对 那金人呢 就喜欢拍照 打卡 发朋友圈 对不对 另外去过的五位团友们 拍照打卡了吗 打卡了 打卡了 可惜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太可惜了 找不到是不是 因为去的年代已经太早了 对 我看到四姨拿了一张照片 拍照打卡 是雪景吗 不是 是雨景 这有雨景 打着伞 打着伞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去的呀四姨 就是今年 就是今年 一月份去的 刚去不走冬天 这是冬天 这是在哪里 这个就是在苏博的外头 博物馆里 对 就是那个被域名的 那个设计 那个位置 我刚才好像看到 绿阳手里拿的不是照片 好像是一幅画 是吗绿阳 对 这是我画的苏州的速写 画了两张 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刚才看啊 问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 只有一个人 一直在笑 不说话 就是吴泽 对 是不是 眯着小眼睛 你现在在哪呢 在室外吗 是的 我现在就在苏州的园林里 能给我们看一看你周围的景色吗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就在大家来看一下 哇 好像哦 哎呦 剩下的五位团员们 来接一接你们的口水 好吗 所以吴泽是接受了很多厌性的演员 主持人老师 我们赶紧一块过去吧 好 太美了 太美了 是的 这是在苍朗林旁边的长廊 是吧 就是境通幽处 是 那您去了这么多次苏州 给您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印象 就是那种水香 以及苏州话 特别特别柔软的 无浓软语 我们通常说无浓软语 其实是以苏州话作为正宗 杨老师是不仅拍照打卡了 而且还拍了小片对不对 对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好 来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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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郎亭位于苏州市的城南 是苏州最古老的一座园林 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 虽然经历过朝代更替 岁月流转 却仍然保持了宋代的园林风格 园内以山为主 山上古墓参天 著名的苍郎亭就位于山顶之上 在苍郎亭上 也有一幅流传至今的迎联 清风明月 本无价 近水远山 皆有情 体现了园内山水风景的美好 和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 哇 看到这儿我不知道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可以举手发问 哎呀 四姨第一个举手 说吧 老师好 四姨好 刚才说到了好几个园林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说苍郎亭是苏州最古老的园林呢 其实苏州的古老的园林挺多的 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真正保留到现在的相对比较完好的 就是宋代的这个苍郎亭 其实苍郎亭的前身啊 是吴岳王的儿子 前缘流制造的那个南园 然后我们说的苍郎亭只是南园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可以想象当年吴岳王的后代 在建设苏州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南园规模有多宏大 像我们说现在的苏州的四大名园 朱正园 狮子林 苍郎亭 还有刘园 它分别代表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这样一种园林的建筑风格 所以我们才说苍郎亭是现存的 最完好的最古老的苏州园林 我刚看到张大哥也举手了是吗 您也有问题 对对对 我有一个问题呢 想问一下杨宇老师 我们现在大部分建造的园林呢 都是以唐园或者轩来命名的 而苍郎亭为什么是叫做亭呢 通常来说一个园林 它包含了很多建筑的元素 通常会有亭台 楼阁 还有池塘 还有甲山 还有可能水泻 还有刚才张大哥所说的轩等等等等 它有不同的这样一些建筑的元素 我们通常统称园 比如说刘园 桌正园 还有上海的玉园 扬州的各园等等等等 就是通常是以园 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元素的园 其实是个统称 但是有时候呢 园子的主人 园林的主人 他会用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园林当中的某一处建筑 给他赋予一个能够代表自己的个性气质 或者是理想追求的一个名字 然后以这个代表性的建筑 来变成整个园林的名字 像苍郎亭就属于这种这样的性质 其实刚刚我们说了吴泽 他现在就在苍郎亭 对 是吧 那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特权 你既然在现场 要不给你一个发题的机会怎么样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在的就是著名的苍郎亭 大家可以看到苍郎亭的对联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远山皆有情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部极具联 那么它这两句分别出自哪两首诗呢 谁知道举手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否则是甚至不无 对 四姨手举的很高 四姨是第一个举手的 清风明月本无价 是出自欧阳修的苍郎亭 清风明月本无价 可惜只卖四万钱 第二句是近水远山皆有情 近水远山皆有情 出自苏顺青的过苏州 他的那个那句全脸的是 绿阳白露记自得 近水远山皆有情 对对对对 标准答案啊 是的 他记得很清楚 对 吴泽 你为什么对这幅对联这么感兴趣呢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杨云老师 这个情字上的对联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首诗呢 是苏顺青觉得欧阳修写得不好吗 苏顺青不会觉得欧阳修写得不好 而且当时苏顺青建了这个苍郎亭之后 还专门邀请欧阳修赴诗 所以欧阳修才写了这首苍郎亭 我记得前面四句 紫美记我苍郎银 邀我共作苍郎篇 苍郎有景不可到 使我东旺 东旺心悠然 最好是咱俩现在的这样一种心境 是 其中就写了 清风明月本无价 可惜只卖四万钱 其实当时我猜啊 苏顺青并没有想到 一定要在苍郎亭提这么两句诗 其实这两句极具连 应该是后来清代的人 在重修苍郎亭的时候 觉得欧阳修和苏顺青 各自的诗里面取一句 然后特别能够概括 苍郎亭的这个风景 所以这个极具连是到清代 才会刻在这个苍郎亭上的 苏顺青并不是苏州人 但他在有一次途经苏州的时候 觉得苏州的风景很美 就写了过苏州 当时最后两句是 无穷好景无缘住 旅照区区目一行 他还感慨苏州的风景这么美 可惜我无缘在这里常住 在庆立新政 其实快要失败的时候 苏顺青被同聊 一个非常荒谬的理由 然后被弹劾 宋仁宗为了平衡当时 朝局的这个关系 将苏顺青贬为庶人 然后苏顺青就选择了苏州 作为他常住的地方 这个桥段在最近热播的 这个古装剧《清疲乐》里面 还有非常写实的呈现 所以可想而知 当年苏顺青在苏州住的时候 虽然那里的清风明月 风景确实特别美 但他的心态确实是有 愤闷的情绪难消愁 真的是这样 咱们苏州园林的美 还卷不止于此 小片还有呢 咱们继续看 好的 好 来一起看看 苏州园林的建筑 可以说是以画为本 以诗为题 园内建筑和山水 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 诗词和园林都讲究意境的营造 都是文人士大夫精神和情感的寄托 而诗词在园林当中最直观的表现 莫过于对联和匾额了 这些对联有的是专门撰写的 像济南大明湖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成山色半成湖 有的是截取前人诗句而成 如杭州 陶光寺 关海亭的 楼关沧海日 门队浙江潮 古诗词的意境 与园林内的风景 通过在空间上的共鸣 和形态上的相似 得以流传至今 这个是您说的那个荷花池 对对对 是吧 因为当时去拍的时候 那个荷叶是很茂盛的 连夜荷甜甜的感觉 但是还没有荷花 已经过了季节那个时候 秋天了 我觉得把苏州园林叫做固体诗词 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清代前有就说过 这个造园和写诗词是相关的 都要曲折有志 要前后呼应 对 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诗词和园林挂钩 对 因为它两者是相得益彰 对 你看《红楼梦》里面 大观园 这个贾政还带着贾宝义去 提莲 提匾额 然后还要复诗 对 其实我们在苏州园林里 能看到各种各样的 园林匾额 它在这个造园中的 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对吗 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说 一般来说 认为中国的这个园林的建筑 它本身就具有诗情画意 但是 当你如果没有银帘 或者是没有诗词 去赋予它一定的 这样一种情景的感受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 我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凸显 这个建筑它独特的 那个诗情画意 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会有不同 对 这个时候就需要那种 画龙点睛的银帘 或者是诗词 而且中国的诗词 特别讲究什么呢 情景交融 对 所以看中国的诗词里面 经常出现 山 水 谢 轩等等等等 诗词是将这种 具象化的建筑的 这样一个景 然后赋予它 这个诗词作者的 一种主观的情意 这个时候我们才说 凝固的建筑符号 和灵动的 这样一种诗词的 意境和气质 才能够结合起来 而且不同的人 就从不同的角度 去欣赏它的美 我们现场有金老师 他可是个对联专家 杨宇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中国教师报的记者 金锐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试一试 对个对联 大家有没有这个 金老师的厉害 我是领教过的 是吗 对 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能对得上啊 有吗 可以吗 有一点的 试一下 来 金老师请出联 好的 那我给大家出一个句子 出一种植物 叫做山竹 诶 自宜 自宜 我觉得草莓 草莓 草莓 评测没有问题 我就觉得山和草 配起来很像 下面呢 我就根本没有想评 评测了 评测没有问题 评测没有问题 可以的 还有谁有别的想法吗 大为吃鲜油 杨老师有 我请金老师评判一下 是草莓水果好吃 还是我说的这个水果好吃 石榴 难了 论好吃的话 我觉得草莓更好吃 但是论对账的话 还是石榴更工整 因为山跟石 它是更接近的 对吧 山啊 石头啊 而且韩语有一首诗 名字就叫山石 其实我刚才第一反应 就是山竹对的是水仙 但是它不是水果 因为我只是在想山对水 水莲会不会好一些 水莲可以 都是植物 水莲可以 对对对 水莲可以吗 水莲 水莲是好的 水莲是非常工整的 太好了 没有献丑 那继续往下出题 会不会日内夜难 金老师 好 那我再给大家 出一个句子 这次我们稍微 加一点难度 出三个字 这三个字呢 是一种动物 叫做丹顶鹤 A41第一个 我瞎想的 我觉得是绿头鸭 绿头鸭 好像是 我觉得不对的 对 张老师 张大哥 您说 我这个比较搞笑 白眼狼可以 看一眼吗 非常地好 非常地好 这个还有一点 在对联里面 叫无情对的意思 我的天哪 这个对对子的过程 我手心都出汗了 就觉得像在考试一样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 这个园旅行 真的太实情花意了 对 因为我们去的是苏州 看的是苏州园林 其实对联跟园林的 那种自然风光 再加上苏州园林主人的 那样一种本身具有的 诗情画意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契合 对 所以说这个 我们今天也算体验了 一把这个文人雅籍的感觉 是的 今天的分享 我觉得我们到这里 可以告一段落了 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回味回味 明天的时间 我们会再次跟着杨宇老师 一起去感受 这座城中的故事 跟着书本去旅行 让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 谢谢你们 谢谢 明天见 再见 一起去苏州 好 一起去苏州 好 好 好